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位是媒体工作者吕文婉 大家好 以及重症专科的医师黄轩 大家好 黄医师她是从马来西亚来台湾读医学院 是的 来台湾已经28年了 非常欢迎你 感恩这台土地 谢谢 另外我们邀请到的是医药记者梁慧文 大家好 以及这个是台湾家喻户晓的人物 她是资深的体育主播副大人副大哥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谈的我主张 我们的国家应该通过安乐死法案 好 这个你要给来宾先介绍来宾玩 你才可以讲话 付费 好 另外呢 我们邀请到的是两性作家江应遥 大家好 以及这个媒体工作者徐亲黄 周大哥好 大家好 好 安乐死到底行不行这个事情 其实台湾讨论过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议题 那在全世界现在已经有极少数的国家通过了 那我们今天这个我觉得整个社会是这样 社会不断的讨论 当大家了解彼此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又是一个进步的一步 那因为傅大人傅大哥他最近写信给总统 他希望能够通过安乐死合法这样 那所以这个事情又引起了整个社会的重视 跟这个讨论 那我先请教一下傅大哥 你为什么想写信给总统希望通过这个事 因为我个人不是我个人的问题 因为就算你通过也好几年我想说不到 我当然我是先表明我愿意做首例 如果你明天通过我愿意做首例 你愿意做首例 当然 但是我觉得它没那么快了 你明天通过我就愿意做首例 是我的年龄84岁 我看透了人生也做了很多的事情 为社会为我们的同胞 也做了很多好事也做了很多坏事 那我一定要承认 但是我在101年的时候 我就开始注意这个问题 我留的报纸都黄了 这当初我们台中的一对夫妻 他独自治病 他把他太太从安养院里拉出来 然后把他老婆杀掉以后再自杀 杀掉自杀 这个例子很多 还有两个教授 你们都知道老教授 先把他老婆杀了 那个好惨 因为你没有法 他只有自己搞 有法就不会 这个东西 第二个 我就看这个 两个比利时的老 也是老父亲 结婚快七十年 一个九十岁 一个八十九岁 他是真的执行安乐死 他们自愿 然后呢 这个是一个安乐死 拍摄这个安乐死的过程 这个人呢 他自己赞成安乐死 他就拍这个 安乐死的时候 有种药嘛 点滴或者是吃 拍了以后呢 他就拍这个记录 他在十天前访问这个 要安乐死的人呢 他就看他一次 最后一次呢 是在十分钟之前 那个安乐死的人 就问他一个问题 我还有三分钟 就差不多了 你到底愿不愿意安乐死 问他这个问题 他把整个的记录下来 这个是我101年以后 就开始 我说觉得人呢 你很喜乐光鲜的 在人生的舞台上 你的目标呢 其实啊 生下来就像死亡麦的一幕 我现在讲了一句话 不晓得对不对啊 我说人生是拼命的 向死里活 不知道道理 我以前那个山东老乡啊 他那个满月酒 那小孩生意 这个小孩长得很漂亮 但是将来会死的 人家马上把他赶出去了 我说满月 你讲这个话 所以有些不能讲 将来会死 可是是真的 是事实的 是大实话 我老早就有这个观念 你基督徒也是按照定命 人必有此 这个东西呢 我就在 所以到这种感觉 为什么我亲身经历 我的徒弟 国手吴建国 他得了肺癌 以前是篮球 篮球国手 吴建国 我亲自送他 到安宁病房 我亲自在抗烧恩牧师 给他祷告 他在安宁病房 住了也蛮久的 可是临时那个痛苦 哇 床都快被他掀掉 他快得很大 哇 然后那种 我看到我的同学 职务人七年 他很有钱 他的老婆在乡下 买了很多草药 就是用管子灌 已经活了快八年了 对 但是呢 不会讲话 那个头是软的 脖子反正 就多受罪啊 还有我的同学的老婆 躺在家里职务人 七年八年以上 对 那个痛苦 我不是为了我自己 我自己也享受不到 我觉得不会这么快 不要讲叫享受 Yes 我觉得安乐斯是一种享受 为什么 喜乐下台 善忠 善忠 那个善忠 瑞士呢 是也给外国人做 荷兰呢 是老早就第一个实施的 但是他第一个实施 第一年只有两个例子 就是人不愿意死的 没有那么多人 但是他到了真正很痛苦的时候 我提出来了 我的条件 第一个要自愿 一是清楚的要自愿 第二个七十五或者八十岁以上 那个病啊有很多病 他已经告诉你 你这个病很厉害 但是不能开刀了 你就要受着 和病为伍 不晓得七年八年不知道 第三个就是说 万一你没有知觉 第一顺位是父母和配偶 愿意签字 第二顺位就是长子你 第三顺位其他的亲戚 我签署啊 当然你不会谋财害命嘛 你们可以随便问我 这里有什么困难 没困难啊 这是第一个 万一年轻有绝症怎么办呢 那是医生证明他不能救了 他这一定要和痛苦为伍 这个时候也是安乐死法案 欧美都是这样规定的 是是 好 这个富大哥他写信给总统 希望能够立法通过安乐死的合法 那总统府其实还蛮重视的 已经回信了 故意是吧 你谢谢我 你是第一个看的 独家 是 是 他非常重视 而且他肯定我奉献台湾一家子 我从那个篮球国手拿亚运银牌 到当玉龙飞驼台银教练都拿冠军 然后到马来西亚当国家教练 然后当了亚洲明星教练就是篮球生涯 广播在警察广播战争得了金钟奖 电视得了金钟奖 我一生就是奋斗 在光鲜亮丽努力奋斗 常常一个月睡三个钟头 奥运会一个月就睡三个钟头 但是年轻的时候我就是拼命向前攻 我一直领悟到当你身段 当你的条件要结束的时候 你喜乐下台 总统怎么回复你 他是肯定我对台湾的奉献 他说这个问题… 我来看一下,好吗 你看一下,好吗 好 独家… 因为我们很少… 不是很少,从来没有接过总统 回信… 等下吃个便当 第一个,我们当然没有写信给总统 第二个,我相信我们写个总统 总统不会理由我们 因为他是副达人 他要… 你慢慢来解讨好吗 不是为了我自己 我是为了全民问题 当然… 因为有48万 近48万的职务人不能照顾 因为如果富达哥 他是为了自己家的土地变更 总统肯定不会回答他 可是这是公共议题 而且这么重大 这么严肃性 是… 好,来 总统胡用签 达仁先生会见 12月2号至总统华瀚 我觉得总统他们这种公文都很… 很有学问 是… 以奉月后交下 就总统已经看过了 然后他交下来 得惜您目前身体状况 总统甚为关心 您于… 体育跟… 这个… 传播之杰出表现 总统… 书生感佩 特主代父深志 关怀与敬意 也请您 增设身体为要 所臣… 所臣就是 判安乐死合法这个事情 总统非常重视 本府并以韩请行政院处理 好,他有交办喔 他不是没交办喔 尊此奉父 祈愿主佑平安 所以他知道你是基督徒 对 对,感谢咱们 而且他还说 新书花表会顺利 好贴心 公共事务 公共事务主任张文南 因为总统交给张文南 来回这个信 然后这个总统是说 我非常关心 那你要这样答复 交给行政院 这个主任真的 我觉得他是真的 身体民情 他不是那种很致士的 就是说 那总统收到了什么的 基督教徒 我注意到最重要的一句话 他已经交行政院 可见大家在这个网络上的反应 非常热烈 不是热烈 我也不是说 我是不是为了 我真是为了全民 我看的太多 我刚才跟洪一讲的 我的学生 篮球国手 我的同学 我的同学的老婆 哎呀 那个罪呀 不知道 那你这个现在是也为病痛所苦吗 我现在最近啊 这个几天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 弟兄姊妹祷告的关系 我本来三个半夜不能吃饭 我现在是62公斤 身高180 现在缩称175 我那个岁数是84了 所以呢 我那是进出医院 三个半月进出十次医院 哎呦 所有的医生都是最好的大医生 也是我的好朋友 我都变成这样 但是有些不能办法 没办法的病啊 他就是三个半月报受12公斤 我想乌富大哥也是为病痛所苦 他深有所感 那等一下继续来请教他 来 我们先休息一下经过高 你讲得很重要 所以 好 其实 过去我们看过 台湾一个非常畅销的电视剧 叫阿信 那是日本来的 那这个阿信的作者 叫做乔田贺寿子 他其实年纪也大了 而且他也想安乐死 那为什么他想呢 清皇对这个事情有掌握 麻烦你来讲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阿信的作者 你可以看 其实他年纪已经很大了 他今年几岁呢 他今年91岁了 很高龄 那他就是阿信的作者 乔田贺寿子 那乔田贺寿子 在日前 就是他投稿到日本的一个刊物 叫义文春秋 那提出来说 他希望他自己要安乐死 而且他也知道 日本安乐死没有合法化 所以他是希望寻求到 要到瑞士去做安乐死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 他的状况是这样 他已经91岁了 那他的先生呢 在27年前就过世了 所以夫妻两个又没有生小孩 那陪他呢 就只有一只狗而已 那只狗其实就是他最好的 就跟狗儿子也是他的伴侣 但是呢 那个狗儿子呢 今年喔 因为他已经16岁了 所以这个狗儿子也走了 那所以他就真的是 剩下自己一个人 那自己一个人 他很担心一件事情 他担心什么事情 其实他现在身体还OK喔 他还可以写稿投书喔 也都没有问题 但他现在很担心一件事情 怕自己会不会哪天突然失智 他怕自己会不会哪天突然失智 那他只有自己一个人嘛 那没有人会帮他照顾料 或做任何的处理啊 失智之后的状况 他自己也没办法掌控啊 所以他很怕出现那个状况 所以他现在开始做一些功课 他自己上网喔 有做准备 91岁会自己上网去查资料喔 对不起 查资料查什么 他发现原来在国外 瑞士的安乐死有合法 而且他自己算一算 大概花日币70万左右 就可以去瑞士 只是说要排队啦 因为他目前听说 因为预约的人比较多 所以大概要排差不多 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所以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呢 桥田寿贺子就开始在规划了 他在他的朋友啊 就是另外一个日本的女星全品子的协助之下 他把他周边 他把他身边的一些东西都卖掉 变卖掉 然后呢他也处理完他自己 我们刚刚讲的狗儿子的后世嘛 处理完之后 他就真的就是自己一个人 那他已经规划好时间要干嘛呢 他希望就是说 在自己还没有失智出现之前 安排时间到瑞士去 就是说他投稿的时候 其实有说 他觉得这样的方式 他是对他是自己的人生最好负责的方式 就他很负责的来到这个社会 来到这个世界 可是呢他连最后这一段路 他也要帮自己这样安排自己可以安详的走 是是 我觉得阿瑞士 合法这个事情就是说 我们可以关照更多人 他深受其苦的时候 而我们并没有办法体会的时候 我们如何帮他解决这个事情 那那个事情其实 就是说他很痛苦 但是他寻求死亡 其实这是一种幸福 这是一种幸福 而且也是人的权利 对刚才他说的 他只有一条狗 但是很多人 有一串的家人受害 对 那比那条狗多的人 一个躺在那里只有 那一家人 精神、比率、金钱、时间 对 还有国家资源 国家资源 你知道那个 你照一个MRI 大概是要一万多、两万 这有医生 但自付也不够一、两千 你到每个医院先照一下再说吧 是 关于这个我感同身受 因为我照顾父亲十几年了 爸爸 对 然后妈妈是照顾了三年 他去年就走了 其实有没有立这个法 对我们这些病患家属来说 我们每天都在面临这种抉择 比如说这一次我父亲三进三出 加护病房 要不要插管 不插管 没有爸爸了 插管 他继续在那边 也不能讲话 也不能清醒 然后在那边受苦 你就是在这种侦察之下 但是我知道我父亲 他是最讨厌看医生的 但是我实在不舍得 像我妹妹就是相反 她是一直非常坚强想要活下去 我妹妹已经去世差不多十年了 她到最后 我记得姜应谣的妹妹是乳癌 对 后来转骨头 然后才39岁 转骨头转肺 那时候其实医生 医院其实他们对癌症的病人 虽然没有这个法 但是他们有一套的医疗计划 大概在一周两周之内 渐渐加重麻菲跟安眠药 就渐渐死去了 那我妹妹是药剂系毕业的 护士每天送药来看 这个我不要 那个我不要拿掉 其他我吃 她都知道人家在对她下什么药 很糟糕 因为我们不知道 人就吃了就好了 然后她就是硬撑 本来两个礼拜的行程 她走了三个月 到最后还是走不下去 她想活 她想活 她在等标靶 三个月算好的 她在等标靶的药 很可惜 那时候等到了 可是她已经太严重了 那时候标靶刚进来 因为她资讯非常的丰富 她的医学院的学长 都会告诉她 有 现在有个标靶的药 很可惜 后来我妈妈13年是用标靶的药 所以呢她硬撑想要等那个药 但是到最后痛苦到什么程度 其实她的 她的病的五年里面 她文笔很好 她曾经写过一本书 她说 我没有 我的人生已经没有不痛这件事 一醒来只知道今天是大痛 今天是小痛 一直痛 不管是在乳癌 还是后来转移到骨头 还是肺 一直痛 非常非常痛 那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的痛苦 然后到最后呢 为什么我决定让她下药 为什么我决定让她走 她一直不肯牵 医生每天都来看 因为她也觉得这样太痛苦了 她就说 不要 我还活着 她非常坚强在奋斗 我不知道 我很敬佩她 虽然我们都不希望她这样做 我妈妈也不忍心 我们全家人都希望她不要再撑下去 可是她硬要撑下去 我们都尊重她 所以非常挣扎的一个状况 就是到后来她已经痛到 已经抓狂了 后来就只好答应加一点药 加一点药 那个药 然后安眠药或者是那个麻啡 都会让她非常的有幻觉 她会这样半夜每三秒钟 起来一次 然后拔掉氧气罩 然后非常 是我在看的 所以就疲于奔命 这样一直去 帮她照回氧气罩 到后来她痛苦到 我跟护士说 开吧 他们有个开按钮 就是那个阀 开多一点开少一点 开多一点吧 多一点是麻啡是不是 麻啡 对 那时候安眠药那个什么 都没有用了 都没有用了 只有麻啡 只有让她比较不痛一点点 然后只要开了多一点麻啡 她可以睡觉 对病患来讲 睡觉很不容易 对 开多了她睡觉 所以到后来就是没有了 她不愿意 但是我就是 还是让他们开了那个麻啡 让她睡了 那为什么她抗拒 开麻啡让她不痛 为什么她抗拒 她39岁 有个爱她的老公 两个很可爱的孩子 她的事业非常成功 太年轻 对 她专门去跟那些医生们做生命 就是他们吃药厂 很大的药厂 太年轻 所以她什么都是在人生最顶尖 最棒 她长得非常漂亮 然后呢 什么都是最好的状况 忽然间病了 所以到底要不要开 我看她痛苦成那个样子 她抗拒她 痛成这样还是抗拒麻啡 是 她非常勇敢 因为她认为麻啡加下去她就是 我不知道该说她勇敢 还是该说她固执 39岁 所以我要说的是 太年轻 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自主 只要她能自主的一秒钟 她可以决定自己要或是不要 你说这个法 如果立了 不是说立了就大家都要死 不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 她只是多一个选择 对 人权 我知道可以选择我要或不要 对 人权 那像我妹妹最后一口气 不要 为什么你要决定要 不要 她没有她那个药 不是死的药 因为实在是 没有办法处理 她是整个人这样子 一直爬起来 然后非常 你如果没有见到的话 你真的不能想像 那个人已经变成什么形状 在那边有照片 非常躁动 她没有办法安静下来 是 是 是 然后呢 最后 牧师也来了 家人全到了 护士在这旁边 等着要关掉机器了 因为最后就是告维生 我在旁边问她说 因为你准备好了吗 她很皮 她给我摇头 这个时候清醒 她说不要 她不要 她求生意志非常坚强 后来护士撤退了 大家散了 第二天 因为生命是脆弱的 她折磨成这样子 她还是没有力气的 第二天走了 所以我妹妹是一个 我看过最勇敢的例子 但是我不知道这样子 对不对 那当然你说这件事情 什么叫哪一件事 对不对 就是勇敢坚持下去 因为经过我妹妹之后 我们家人几乎一致的 我妈妈 我 我们都觉得 那会是我 我不要 我不要 你宁愿安乐死就可以了 对 那是太痛苦了 而且身边的人太痛苦了 对 那你现在支持安乐死吗 经历过妹妹之后 我觉得 我个人的话 我当然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她的抉择 是看情况 譬如说我 我要 但是我妹妹 我一定再来一次 我还是尊重她 尊重到最后一秒 撑不下去了 因为她还是有撑不下去的时候 是 我至少给她机会了 我就会看每个人 要不要去把握那个机会 如果你觉得我宁愿好好地 从容地死去 那你有权利 至少立这个法 可以有权利决定 我要或不要 好吧 我们先休息 尽管靠 休息 没关系 你是个人意愿 你是个人 你是人权 但是 好 其实江彦瑶你辛苦了 因为我看到你哭得非常厉害 不曉得过了那么久 后来我以为没事了 还是激动 是…因为经历过家人的 这种痛苦的生死 其实… 我们其实在从中学习生命 应该这样讲 那台湾是这样 台湾就是说 如果有讨论 台湾好像就往前一步 经历过某一个事件 比方说 布达哥 你今天这样丢出这个议题出来 即便最后安乐死不一定合法 可是台湾会再往前一步 因为那种理解 对 那种包容 对 那台湾过去最早的讨论是 这个王… 王小明的时候 王小明 那这个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一段 因为它发生得比较早 所以我们请慧文 先来跟大家再讲一下这一段 其实王小明的那个讨论 其实台湾是有往前一步的 对 这个王小明 现在大概比较年轻的民众 可能就是从最近的这一份报纸 看到他这个往生 他其实往生的事情也蛮低调的 那他是在… 他是中山女高的高材生 17岁的时候 因为在上学途中 遇到车祸 那结果后来就是整个变成瘫痪 那他的爸爸妈妈非常的爱他 都不放弃 所以一直以来就是非常细心的照顾他 亲自的照料 那散尽的家财 在这个王小明的这个整个 躺在床上大概是将近47年的时间 等于近半个世纪 都无为不至的照顾 连他后面其实他有三个妹妹 其中两个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就是后来也辍学了 然后加入照顾的行列 那他的爸爸是先得了胃癌 然后后来妈妈就是在后面独立照顾 真的很辛苦很累的情况之下 他对总统提出了 也是一样上书总统府 然后希望能够有这个安乐死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引起 台湾社会一个很大的讨论 对 那虽然安乐死 当时这样讨论并没有过 不过也催生了安宁缓和医疗条例 那他的内容是什么 我们台湾现在知道的是 我想可能医师这边会更清楚 但是就是大家现在所知道的 就是说我们对于癌末的病人 一开始是癌末病人 现在其实有增加了另外的 七到八项的这个末期的患者 他们是可以就是 就是当你是在生命末期的时候 疾病走路到末期 而且是确定不可逆 不可恢复的情况之下 经由两位医师的确定 您就可以选择这个安宁缓和照护的方式 用缓和医疗不积极治疗的方式 去让你的这个人生最后一段 能够走得非常安详 不积极治疗了 对 就是不是 就是不插管 那我们还是受罪 我们不是那个安乐死的药 我们是麻药 你是通过法了才能用安乐死的药 对 不一样的间 不一样的程序 所以安乐死没有过 没关系 那个完全两种药 是 黄医师有补充吗 我需要去补充的就是 一般民众所了解的安乐死 跟我们现实的三宗的安宁 这种的是大概是不太一样 那我们现实的这个安宁的 所谓的缓和医疗条规 那就是说一个病人 经过我们两位医师 专科医师判定为末期病患 这都有定义的 什么叫末期病患 你活差不多 不会超过六个月 那这时候两个医师 有时候像我 我记得我之前 我认为我的病患是癌末 我认为他应该 不需要再积极去电击这些东西 可是死般的医师不镇定 他继续在急救 所以这个是会有落差的 所以必须要两位医师达成共识 因为这是个蛮谨慎的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已经末期了 那我们就在末期的时候 我们将会进行什么 电击插管 还有这些凶压 SOP了 这是我们的SOP 在我们的SOP还没有进展之前 如果女性安宁缓和医疗条件 已经签好了 我们不会去执行它 但是有时候 当然会遇到家属的干扰 因为病患的意见 就像各位 死亡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是一个家庭的事情 要好好地去死 不是一个人认定的 是要跟家里不停地沟通 是 刚才我副大哥还有病友 你们所经历过的说 病人在末期的时候 那种不安 我们讲不安 其实可以透过很多种方式 慢慢让它安 其中一种方式 就是跟病人了解 然后跟家属 开家庭会议 而且是不断的 因为这个东西 不是我今天有药物 我给你的药物 马上就有减效了 像有些人是对药物过敏的 你根本就没办法用药物 去处理它 所以这部分 基于前线的地位 我是一个重症专科医师 我并不是因为病人来的时候 我每个都叫你 就签那个DNR 我绝对不会的 那个病人如果是可逆性的 可恢复性的 可自愈性的 我的职责就是要去抢救 让你恢复起来 我可以分享一个很真实的故事 一个16岁的年轻人 来我们交病房 然后他因为心脏斑膜断掉 必须要马上开刀 他爸爸妈妈拒绝 那妈妈拒绝 然后后来叫他爸爸来 爸爸说好 那就依照尊重你的决定 我们就去开刀 因为我的季节要抢救 所以 妈妈拒绝什么 因为他年纪太轻了 他觉得你才住院不到半天 你就叫我儿子要去开刀 那是他觉得情绪上的反应 是不允许我们做这种事情 但是病患的家属的情绪反应 不代表说这是正确的 因为我们是专业专家 我们知道只要开完刀 明天可以看到太阳 不开刀今天晚上就game over 你要做什么决策 我可以无情地告诉说 我SB做好了 那就按照你一步开刀 不管我的事 不行 因为我们做一个有良知 有良情的医师 我还是会找他爸爸来讨论 爸爸就签完以后 那我们就把抢救回来了 我只要告诉你们说 那回来就变成正常人了 正常人了 所以有些专业是需要我们去专业去处置 那样的情况下 就是说不能够决定让他安乐死 家属不能决定 因为他可以救嘛 可以救 你怎么要给他决定安乐死呢 当然又化回来了 如果是真的已经没办法救了 不可逆的 那我们还是会跟家属说 那你就签放弃急救 你们家里通常都会去讨论 或是家人有经历过 他会跟他们坐下来好好的讨论 不能只跟一个家人讨论而已 是要跟所有的家人讨论 那就变成很复杂了 应该是蛮复杂 但是我的团队里面 我是愿意这样去学习的 你是要取得共识 取得共识 因为他将会知道 这个礼拜我要做什么 这个六个礼拜我要做什么 情况一的时候 我会处理什么 对不起来 不好意思 请说 我已经痛苦到不得了了 我决定想死了 那我决定想死 可是我的家人 我的死还要让家人去讨论 然后他们说 不行我还要再救你 所以我就继续再受那个苦 我们台湾 我一个比较奇怪的是 他们知道我的痛苦吗 病患的家属 通常都会站在旁边看 然后感受痛苦的是 躺在床上的人 所以我们才会有这本书说 不要在病床上说再见 因为躺在床上的人 是非常痛苦的 但是我们决策的人 竟然是在旁边人家去决策他 所以这个是本末导致的 所以我们应该是说 本身就应该去决定所有的一切 而问题是 我们是属于那种 就不是个人主义 那家人会有意见 然后会告医生 那绝对不是躺在床上的人 也不是职务人 也不是伴使人 决定一定是那些活的人 要把他逃来跑去 然后或者是很久没看到爸爸妈妈 一看到爸爸妈妈变成这样子 一定来找你算账 了解吗 然后告医生 对 所以一般时候 一个医生要保护自己 我会告诉你SOP一直做下去 我只要SOP做下去 我不用跟你谈情感 是 就像刚才那个小朋友那样 就是因为没有安乐事法 就是因为没有安乐事法 其实我一直觉得 人生不敢乱做 不好意思 我唱过话 这本书在日本很畅销 叫做不在病床上说再见 好 其实欧洲有一个报导 就是说他们统计 他们欧洲是三个月临床 就是死亡前 可能是病床三个月 然后我们台湾统计 是好像十三年的样子 在病床上躺十三年 对 就是平均 躺十三年然后死亡 他们是躺三个月死亡 对 那欧洲人 他一直强调一个观念 就是说 躺三个月那才是健康的 你平常就要运动健康 维持到你最后那一段 越短越好 他们是主张这样子 才叫做健康 你说好孝顺啊 好福气啊 病了十几年 二十几年还没走啊 在欧洲人认为那不是健康 好 因为一开始 这个傅大哥就说 如果现在有安乐死 他愿意当第一个例子 自愿 也就是说 他其实是不想活了 你想安乐死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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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第一个条件要自愿 不是 你不说你要当 你那个第一个条件要自愿 安乐死 要不然你就等于 医生先等于帮你死 你只是打麻药 你不是安乐死的药 安乐死要打 你马上舒服就再见了 对啊 要第一个条件要自愿 对 那你愿意不自愿吗 我当然自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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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还可 你可逆啊 所以安乐死就 就在对付 意思很清楚 他们说的 他们说的 都是年轻的病例 我是有两个条件 一个是年轻 没办法治的 一个就是 你第一个条件要自愿 第二个要七十五 或者八十岁以上 有好多病 他不能给你开刀 什么啊 如果有人已经很痛苦了 他没有到七十五岁 难道不行吗 那是医生决定 那就是你安乐死法里面 那些人决定 可是你这个年纪大的人 我自己决定 我最后尊严 我要那时 然后呢 你有这个法 OK 你给我用那个药 了解 我觉得那个条件就是说 那是你想的啦 但是这个条件 我觉得是可以社会讨论 当然 是要想 那为什么傅大哥 他到底他的病痛 受尽折磨 到底是什么病痛 等一下来请教你 好不好 来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那其实傅大哥 现在其实也是病痛产生了 在三个月瘦了十二公斤 那傅大哥是什么样的病 八岁以上的人呢 很多病是不可避免的 我三个半月进出医院 大概有十次 可是呢 一百天有十次 可是都不能吃啊 因为我在消化道里的病 我每次进出医院 我都拿着我自己画的这个油画 因为我至少有一个盼望 就是那主能够救我 我第一个字面祷告 为什么呢 所以傅大哥 这是我自己画的 傅大哥是基督徒 对 那这是十字架 他所受的刑法使我们得平安 他所受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 你这两句一念 好 你痛吧 因为你坐十秒坐不住就要站 站十秒又要躺 为什么那个痛苦啊 我是什么 你实在是有才华呢 这个油画呢 这上帝赐得有一点才华了 赐得 上一次的说话 其实我写文章比我说得好 不要吹牛了 要谦虚一点 就是年纪大了 必有的病啊 颈椎的骨刺压到啊 你不能开刀哦 你八十岁以上 他说你这个不能开了 你就和他一起共存 一开刀麻药你醒不了 我们有责任 第二个社会线 社会线你的指数PSA 我就是坦白讲 大概二十左右了 但是这么高 平常是标准是四嘛 超过四就不正常 正常年轻的人是四 对 所以这个病 老年病有很多B制的 这又不能要治不了的 他说你要就算社会线癌 你不要开了 对不起 然后我这 可不可以再请教 因为我可能也会有那么一天 就是所谓社会线二十 对 那二十是表现在你生活上是怎样 二十就是说你的不顺啊 小便不顺啊 或者他说也不一定是癌症 你就算癌症 你这个年龄也不必开了 他是会尿不出来是不是 那没有 我还没到那个程度 我是吃药 那也没有 我吃药 我每天吃一粒 那个药都是有毒的 然后呢 这个是 还不是最严重的是什么 我的十二支肠和胃啊 我开刀啊 那个时候是周继勋容总 那多少年前的老方法开的 开得很好 切掉一半的胃 十二支肠 用小肠还是什么做的 反正是 这个 现在这个病呢 就是说 消化当然吸收差了 可是还不错 你为什么要缺半个胃啊 那个时候我在电视台很忙嘛 连着十次的出血 熬坏了 然后你这么忙 你非要切掉 然后平常的胃 是有胃穿孔还是什么 就是十二支肠出血不断 十次之多 以上才切 然后后来这个病 我是刀疤老疤了 很多刀啊 什么疾伤开刀 这都很痛的 然后什么放支架的 我现在这个毛病很绝 就是我那个胆啊 里头有砂 不是石头 我那个胆管狭窄 下半部 胆管是在肝里 不是和胆囊一样 那个胆囊是储存胆液的 掉下一点沙来 就发烧 发抖发冷 然后呢 就马上就要打伤 点滴消炎 最新的抗生素一打 你不能吃饭了 不想吃了 东西来就推 胆管阻塞很痛啊 他胆管阻塞 不是你下不来食物 你就不想吃 他就放一个支架 最好的医生 就是说 从内饰镜 他可以到胆管 只有他一个人会 那医生 因为内饰镜 好像都放在血管 他把它插到胆管里 放一个支架 那个支架非金属的 只能放两个月 两个月之内 你要把胆囊拿掉 拿掉以后 这个支架两个月之内 还要拿掉 这火在恐怖里 支架放在里头 我就觉得糟糕 胆囊要不要拿 胆囊要不要拿 因为没有大石头 对 然后后来胆囊拿掉 那医生好得不得了 沾一银 这个从那时间 这个牛奶人 那是唯一他会 因为他的管子长 我这个绕道不一样 和你们开道不一样 绕进去放到胆管 放支架 然后胆囊拿掉 再各个人 又拿下支架 然后又发炎 他下面又下载 就是几天就会发一次炎 他说你这个不行 再 现在 现在为什么我能坐在这里 又放了一个新的支架 大概一个多礼拜吧 他说你可以吃了 这个支架先给你撑着 和这个支架 还是得拿掉 多年就要拿 大概半年 又要拿掉 对 这个东西 我始终活在恐怖之中 因为太痛 不是 你没办法治 你到时候他一发炎 你就不能吃 你马上再报受多少公斤 这个 这是一个恐怖的病 这个狭窄 那个刀 你不能开 它在肝里面 那个胆管 你开 连肝都要切掉一块 就下面那块可以切 那大手术 你这个年龄又不行了 他就告诉你 你这个年龄受不了 这个就是很多人就说 他不想活太老 对 因为都是前世 人老的 因为活太老 也有很多贡病 贡病 所以刚才讲说 社务线就好了 我们每个男人 他15岁以后 每个人都是他的爱好子 是 所以这没办法躲过 一定会来的 你有去看王祖贤的爸爸的上里 对 他是我的好弟兄 因为我在景光 在国光和中华队 我们都是同队 我是孤儿来台湾 我一个小孩 因为他家里很大 对 他的爸爸王国盘 是台大的图书馆长 配了很大的宿舍 我就住在他们家 每年过年都住一个月 他给我同队多少年 有十几年 他等于说我的弟弟一样 那你去跟他上乡的时候 有跟他说 你们相约在天堂相见的 我就说 我是 他就让我一个人讲话了 我说 那时候我打后卫 我的外号叫猴子 那个他爸爸是 中间翻身左右 准得很比我高 一九零 他要求给我 因为你左右都可以传 我传给中间 就是有这句 我就说 你别急 到天堂 我们再组这个篮球队 我打控卫 控球后卫 你打中锋 我球给你 上篮 翻身投篮 得分 我是在他的仗里上 对啊 我们天堂上可能有球队 以前那个甲霸和张不仁 天沟 天沟 天沟甲霸 那个就是 这个笑话就是 张不仁也是中锋 一场球得一百分 对 他就讲 哎呀我们俩 谁先到天堂 看上面有没有篮球赛 对 那个张不仁先走了 打电话给这个架巴 下个礼拜轮到你打中锋 所以这个我就说 要皇 你等着我上去 我组这个球队 我还是把球送给你 富大哥 富大哥 如果有那么一天 你舍得大嫂吗 我是给大嫂每天 大嫂舍不得我啊 他一讲 我那个老婆子太贤惠了 他就是说 哎你哪里你还找 你正面思想 你基督徒你乐观 我说我都思想过了 不是为我自己 我记得基督徒也是 你那个职务人 他也赞成你这个安乐下台啊 喜乐下台 所以你想安乐死这个事 有跟家人讨论的吗 有 有 你有太太 太太 儿子 儿子 儿女 都同意吗 他们就说 哎呀 老爸你这么老了 你不会了 你不会 他想你不会 但是也没讲反对 但是我的条件是 你不会啦 通常是我们必须要讲的 你如果讲会好像怪怪的 本人 但是这样 洪业 我本人要同意 这是你立法安乐死法的第一个 我提的意见 你们反对啊 没关系 我给你辩 一般上的安乐死的话 身体很清楚 不用变 因为我觉得你上了天堂 打后卫 你会是另外一个Steven的人 我送球给你吗 我送球给你 我送球给你 好 这句话 不要打掉 打掉给你 他想给我单挑 越揪越大错了 他现在要给我单挑 你差几轮 你不要恐惧我 好大的 大概差三轮吧 不到三轮 差不多两轮 两轮 都有那么一天 我跟你讲 三分线很准 好 那我问你 你现在是不是生死看得很开 看得透透 所以现在走也没关系 没关系 不留恋 人生我做的事也很多 我很累 有时候睡三个钟头 叫一个月 像奥运会 住那里就是 晚上当白天 因为它有时差 晚上 我就是睡三个钟头 叫一个月 下来 那时候年轻了 你不怕 你工作 努力达成任务 好 我做了很多这种事 但是也做了很多坏事 什么坏事 我像上帝情人 对 我也很合起 但是上帝呢 赦免我的罪 什么坏事呢 你一个节目谈不完 对不起太太吗 看我的黑路 好了 其实我觉得这种人还是勇敢 就是说他承认他有错 有坏事 可是要是我是他的小孩 有没有 其实我心里面打从心 我是绝对反对的 为什么 好好的 好好的 你知道怎么接受 他受罪不是好好的 不是 我会觉得爸爸加油 我当然是这几天 OK的 我帮你找医生 我帮你弄最好的营养品 而且你这样硬朗硬朗 讲话丹田真有辣到 你叫我怎么去接受 你要去选择 不是 这几天才有辣 前几天不能吃的 没有 还有 我是子女的话 我已经讲到老爸 我讲实在话 我们真的没有权利去讲说 八十岁以上的老人 他的痛苦是什么 自主权 因为你不是他 他就说他前几天 其实很痛苦 我是小孩 我说我如果是子女的话 我会觉得说 不会爸爸OK的 你看 不舍 然后你看 你经过治疗 你几天不舒服 可是你看 你今天又气色很好 你实际上还在拿 他终心十足 到了时候还在弄 现在子女的立场 我觉得捨不得 然后再也就是说 他已经八十几了 我会觉得说 这个法案通过了 爸爸你也真的 好 等不到那一天 是… 布大哥,要进广告了 不过我跟你讲 球真的要传给我 你真的 但是… 但是是50年后 你看 对 对 本来真的很有解放 你现在在玩家 你好 布大哥,我告诉你 你的家人不舍得 因为还在意识清楚 你去做绝 其实这个黄医师 他是重症专科医师 是的 重症的意思就是说 一定接触过 很多人生不如死 非常痛苦 非常多 有人向你要求 他要叫你安乐死 绝对有 好 对 对 他说的时候 通常都会把旁边的家人 清除掉 以前 我这事要跟你说 我就了解了 我坐下来 我已经… 这个跟富大哥完全一模一样 其实这些人要想要安乐死 第一个 意识很清楚 因为他们会表达 对得很清楚 就像富大哥 他们来自于自治愿 因为他们很清楚 完全 第二 他们最痛苦 并不是痛和苦 他们最痛苦 是恐惧 恐惧 精神 精神和肉体 是恐惧 就像富大哥说 下次什么时候发生 对 我不知道 但是即将发生 那 请问主持人 请问大家 如果知道 有一个东西在你身上 每几个月 爆一个炸弹 在那里 对 然后 医生告诉你 哎呀 不知道 这真的很好 你心里面都在想说 医生 那下次好不好 你说不出来 医生也说不出来 那好 非常有说服力 对 所以当那些病患 那些病患 真正可以跟我表述的时候 我就会坐在旁边说 好 那我就请家人 稍微出去一下 那你有什么事跟我说 大概也都是说 想要安乐死这件事情 对 那我都会跟他讲说 第一 安乐死在台湾 目前是没有这个法規 但是我批评你 当你生命到到一个境界的时候 我不会让你受苦受难 我不要让你绑在床上 跟家儿子说 对不起我要走了 那绑在床上 那感觉是非常非常 没有人道德的 对 我们叫做安全约束 我们叫安全约束 怕你跌倒 可不可以 你睡在床上 我来绑你绑看看 没错 因为我第一次看到 我爸被绑的 是啊 我很愤怒 你们怎么了 后来我自己绑 他如果十秒钟 你绑你爸爸 他如果十秒钟 拉一次氧气罩 是 你怎么办 插管去拉的话 会流血 怎么办 你不绑怎么办 是啊 所以我常常会觉得说医药跟疾病 就是在病人身上竞赛 要赢了 活了 但是开始承受副作用 是 副作用痛苦 要我输了 就没命 对 竟然永远是输的 那像刚才那个伯伯说完以后 就像我不会这样子跟他单顾 说完以后 我就结束了 我真的会叫他的儿子子女 坐下来 就是说至少最后不会给他痛苦 不要给他插管 就是说签好那种DNR 就是放弃急救的一眼书 那通常的话大家都蛮愿意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因为我会给他们看一些图片或影片 急救以后的样子是怎么样子 那但是有时候牵涉到有些人 子女为了财产的时候 有时候又不一样的思考了 了解 这时候非常困苦 家属通常会选择要救 那因为我是看到一位赖台生老师 她写了文章以后 我觉得她写的真的是非常有力度 那这个故事其实请这个 慧文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啊 赖台生老师 她是自己的妈妈 当时是脑癌末期 可是因为她很爱她的妈妈 所以他们的家人 身边的家人就决定说 好 我们要极力地抢救她 给她最好的药 想尽办法 虽然医生说只剩下半年 好 那结果呢 他们后来的时候 甚至还有一个实验性化疗的药物 他们也决定要用了 自费一次六万 可是这样子用下去之后 她妈妈最后还是走了 就照医师当初讲的 那走了之后 医生才跟他们说 你们实在太孝顺了 她后来回想 她说你们实在太孝顺了 她内心还有一点 一开始还觉得说 就欣慰了 是 但是后来她回想说 妈妈在最后那段时间的痛苦 所承受的那些痛苦 本来是一个很开朗会笑的人 到后来在治疗期间 就是除了跟孙子聊天之外 其他事都不会再有任何 没有笑容了 对 没有笑容了 所以她才回想觉得说 妈妈最后这一段 他们做这样的处理 也才去反思说 原来医生当初讲的是反话 是告诉他们说 其实你们这样做 是延长妈妈死亡的 那个时间跟痛苦的时间 你们 她暗示说 你们忽略妈妈的痛苦 你们只知道要救她 对 因为既然这个死亡是不可逆的 所以其实你给她的 就算是再好的药 可能也只是增加她的痛苦 后来她又有她的岳母也是中风 生病了 那她也是用这个当例子 就是说她太太去照顾妈妈的期间 这个除了非常的身心煎熬之外 病人本身也因为不能讲话了 然后插管 所以看到他们旁边在吃东西 她很想吃又不能吃 就是在那个病床上所承受的 好像躺了七年 后来虽然也是这样往生了 所以她去重新思考这件事 甚至她因此有亲身经历之后 她提出了一个联署 提出说希望能够有安乐死的 这些相关的合法 这个赖恩 赖恩 赖老师经历过她妈妈 跟她岳母的死亡 之后她体察到说 安乐死应该合法 所以她在她的车子到处开的时候 她都贴了一个贴纸 那贴纸就是支持安乐死合法 她说她经历过太多人 车子一开过就跟她讲 对 她现在找我 她给我同台 在民事同台 对 坐旁边她说 她已经联署有四千人左右 四千人了 她叫我出来 我说好 你用到我 我就用了 我处理 我能行的时候 对 我就帮你忙 但是我跟你夫达哥 我真的要跟你讲 如果你真的要推动安乐死合法 你要活久一点 太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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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病才有意义 这样你知道吗 容易 对 我绝对传给你 对 50年以后 不过我讲实际话 我们当然知道 人家的痛苦 也尊重他对痛苦的选择 他很可能可以寻求安乐死 可是安乐死这个事情 因为观念上不容易改变 所以是很不容易的 很不容易 那因为这个黄医师 要来谈你们一个同业的故事 他因为支持妈妈的… 对 是的 家人非常不谅解 那是很真实的例子 那这是本身是为医生 那当然了解了 这整个爸爸的病情的变化 他当然了 他就会大大的主张 爸爸大概病情不好了 就不要再给他救了 不要再给他急救 不要这样子 所以爸爸快速的… 你看爸爸是一个脑中风 一大片的脑中风 所以爸爸快速的 大概家人还没有到期之前 全部他爸爸就往生了 然后呢 他的弟弟 他的哥哥 他姐 他妹 到现在为止 还在不跟他说话 他说爸爸是好好一个人 他只是一个中风而已 你怎么可以说 这样子不给他延迟到 我们大家来的时候来看他 而是放弃了所有的治疗方式 爸爸是我们的 又不是你一个人的 到现在多久了 他已经15年了 15年 他的家人还不原谅 我没有跟他说话 因为他们认为 这个爸爸是… 爸爸是我们大家 怎么是你一个人做决策 你不应该一个人做决策 爸爸不能讲话对不对 对 你的义法没错 他是合法 他是子女 他就签 子女你要签 对 他是哪一个子女 其实我就要告诉你们说 这个死亡 一定要… 或是签放弃急救 一定要跟家人一起 坐在一起 好好的打个电话 现在打电话很简单 又不是怎么样找不到人 对 所以其实要显述 即使我们是医疗专业专家 我们自己的家人 遇到这种情形 我们也应该要跟我们的家人 好好的讨论 对… 讨论、沟通 永远是使我们的家人 得到好好的善众 但是我要呼吁说 如果你对自己的生命 是负责的 请你在现在我们意识清楚之前 对 就该签的 就签好 该签的放弃急救 签好 该以后有三年后 要病患自主权利法 签好 而不是当你当成植物人 躺在床上 然后叫大家来说再见 很抱歉不需要 所以当时那个… 黄医师 当时那个医生 他决定就是说不救的 是他一个人 一个人决定的 因为他认为自己是… 我就是对谁 你们懂吗 我都别人懂 你们家人都不懂 就我的决定就好了 如果我是他的兄弟姐妹 我也不谅解他 是啊 我觉得你为什么可以一个人做决定 我至少可以见到最后一面 最后一面很重要 然后知道状况怎么样 就是黄医师刚刚讲的 我要反过来想 为什么他们到最后一刻才还没改过来 应该在最后一刻的之前 倒带一些 他们应该在身边了嘛 为什么都不在身边 因为现在的科技是不会在身边的 现在大家都在往外跑的 那为什么他一个人可以 他一个人签了就是赚数呢 因为他是儿子啊 他也不需要五个儿子签啊 家属都可以签 一个就可以了 对啊 不是一个全部的 看你讲话的元气 应该不要安了 我一定不怕,我看你 对…我们先休息一下 你还要努力吧 所以… 等一下有问题 怎么会这么多人签了 现在的法力 对啊 原来我们… 其实做这一集 我非常有收获 或者收获是透过 富大哥跟黄医师讲的话 你有没有听到他 他说几个月后 他那个又要拿掉 指甲又要再拿一次 他内心产生恐惧 对 那个恐惧就是可能是一种痛 或者是一种折磨 现在好暂时的 对,现在好是暂时的 因为他知道他几个月后 又要再折磨 然后那个折磨很可能 不只是这个折磨 可能其他的折磨也会来 对 这样 而且不能开刀 刚刚讲这是病人的恐惧 我们刚刚讲只是痛 这苦 其实不只是这样 精神 这个后来我有体会是 因为我看到我太太 我太太她得到一种病 她那种病当时就找不到医生 然后她每一天我回家的时候 她就是躺在床上酸来酸去 她就发烤 很痛苦 她当然碰碰嘛吃不完 然后她就跟我讲说 老公你辛苦了 上班一天 我说你比我更辛苦 因为我出去还可以跟大家聊天 对不对 跟社会有接触 她一个人在家里面就是发修 然后还没有到达 因为那个医生说到几度才要送急诊 所以她那个发烧 还没有必须要到送急诊 然后她就一个人在家 只看到天花瓣 喘来喘去 睡不着 然后有一天她跟我讲一句话 她说 那有什么 那要帮到这么艰苦 那句话我听得出来 因为相处几十年 我听得出来她活得有点 不想再撑下去了 那后来刚好有一个朋友 跟她患一样的病 知道有一个医生 在南部 她就是嘉义大连之际的赖民生医生 后来找到希望以后 她才重燃对生命的热情跟希望 那后来我觉得我太太有点撑不下去 是因为她恐惧 她说 我再怎么苦再怎么痛都没关系 可是 可是她找不到希望 她找不到希望 她如果有希望她就可以撑下去 她不知道会不会好 是不是 不是 因为她只知道 未知 她只知道越来越痛苦 越来越痛苦 没有人可以解决她的痛苦 每一次进去急诊室就是抗生素 对 就是美国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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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先跟你降烧 然后这个 没问题了 要我狗狗的水晶 不是狗的 你现在一打 最少一个礼拜 一天四斤 早上两斤 最少一个礼拜是一个疗程 对 我现在表达就是说 其实我太太内心的恐惧 她的恐惧就是她看不到希望 所以我原本以为是因为撑不了苦 那个痛 原来是恐惧 精神 那是精神的虐待 你可以想象 再过几个月 我又要躺在床上 看着天花板走动 你有没有感觉上 看着天花板走动 那个光啊 你已经走的时候 那光是一直推推推推 你们正常人走路 不会感觉到躺在床上 看着天花板 天花板会动 天花板就在动 然后你发现到 这些人要跟你说话的人 全部都包起来 只剩下一个眼睛 你好 然后你不晓得他是谁 对 这些都是医护人 你了解吗 而且你躺在床上 然后他一躺可能躺很久 你躺在床上 那些都很冰冰冷冷的 尤其是冬天 我想像冬天 每个病人都会觉得冰冰冷冷 所有东西都冰冰冷冷 你不能说话 你也不想要痛苦 给家人看说你痛苦 因为你怕你的悲伤和恐惧 会引发了家人的恐惧和悲伤 所以家人是很有感情的 既然是有这么感情的话 其实对于这部分 这个议题的话 不管是不安而始 那应该对于生病 或者生命的课题 我们平常在教育里面 或者家庭的沟通里面 应该是要好好去说 就像大家都好辛苦 因为你们都经历过了 家人、朋友 朋友 然后有了以后 那张 可是难道这以前没有发生过吗 了解 现在发生、未来发生 我们要怎么去处理好好的过程 是 英国的BBC 英国国家广播电台 有一个纪录片 《纪录安乐史》 对 这个很特的书是因为 我想黄医师也看过这个纪录片 因为纪录片大家看得很感伤 为什么很感伤呢 这个故事是这样子 他的主角是叫做Simon Simon Biner 他本来是英国人 而且他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 算是社会精英 剑桥大学毕业经商有成 然后又娶了一个老婆 然后生了两个女儿 其实家庭看起来幸福美满 那你想说一个57岁的人 为什么要安乐死 因为他罹患了运动神经元的疾病 所以比如说行动能力 会开始慢慢的失去 到最后可能也不能说话 那你要想说 对这样的一个Simon 他事业有成 又是一个社会精英 他没有办法接受就是说 自己到最后失去的这个怎么样 就是行动能力 然后也不能讲话 你还要被看护带着去 帮你换衣服 帮你洗澡 他觉得那是他不想见到的状况 而且他早晚都要走到生命的终点 所以他就决定怎么样 因为他决定要到瑞士去做安乐死 那他这整个过程里面 其实就是说 他已经知道自己 那一个阶段接下去 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他已经先计划好 计划好什么呢 比如说他的同学 特别为了他提前开同学会 那他这整个过程 他都把他记录下来 那他也跟自己的太太和女儿商量 虽然他的太太始终都是不赞成 但是他还是尊重他先生的安排 因为毕竟那个疾病已经不可逆了 所以他就一路的这样子安排那个过程 所以我们在纪录片里面 看到这个Simon 他其实面对整个要安乐死之前的过程 他没有太多的感伤 他的情绪其实反而看起来是很平稳 而且看起来是很高兴的 因为他在安排自己的那一段的过程 所以他在过程中 每一段他都留下记录 不管是跟他的女儿或是跟他的太太 后来你发现就是说 到最后 因为他们在拍那个片的时候 后面看到的画面是什么 你知道吗 他到瑞士去了 然后他手上不是按下去了之后 他慢慢的可能就走向死亡 他用别的方式再做表达 然后把他录下来给他 他等于说在那一刻他其实已经不行 所以他是之前先预录下来的 然后播给大家看 所以那个影片大家看完之后 其实… 带着尊严跟爱离开 对,带着尊严跟爱离开 然后告诉他的太太 他其实是爱他们的 然后在那… 而且他家人不用因为他托而受苦 对,不用因为他的关系受苦 所以大家看完之后就觉得… 看了之后就是你的心情其实是很复杂的 因为他其实是很安详的决定他自己的人生 在57岁的时候 可是看的时候你又带有这种哀伤的感觉 法国在2002年的有一个例子很像 一个年轻人21岁而已 他叫Vincent 他那时候他的故事就是也是引起很大的关注 因为那么早根本没有这种所谓安乐死的 在法国到现在也还没有 他后来出了一本书 请给我选择死亡的权利 因为他出车祸 他到最后全身只剩 他也不能讲话 也没有视力 脑部还正常可以思考 然后味觉也没有了 然后也… 还有听觉 其他都已经丧失了 然后只剩下一个手指头 所以他的妈妈也知道他的心意 因为他透过手指头跟他妈妈表达说 我不要这样子活下去 然后他妈妈后来也认同 因为他妈妈在照顾他的过程当中 他不是不爱他儿子 可是他为了照顾他 他本来在银行的工作辞掉了 照顾他然后去打零工什么什么的 他也爱他妈妈 他不想他妈妈这辈子 他妈妈还很年轻 所以他觉得我不要拖累我妈妈 他就上书给西哈克 法国总统 希望能够请求他同意他可以安乐死 对 可是后来就是… 法国有这个法律吗 没有…就是那时候就是不敢 就是名气还没有到那个阶段 然后西哈克也没有给他证明 不像我们蔡总统 有给回应这样子 是…所以他后来帮他做后面安乐死的 他后来还是就是有做了 然后帮他做的这个医师 也…也认同他的这个想法 也知道他整个心路历程之后 冒着就是违法的风险 有帮他执行安乐死 那他在…他出席了他的丧礼的时候 他说…因为后来医生也把这个过程 写了一本书这样子 那他就说这个丧礼让我非常的… 就是感受非常不一样 因为他是一个同时有欢乐 同时有悲伤 但是他感觉得到就是 这是一个非常有尊严的一个丧礼 他是一个另外一个快乐阶段的开始 对他认识的这个男孩子来说 是…这个好…讲到这个 我刚刚忽然想到一个电影 也许大家也看过 电影名称我忘记了 他是Cillary死亡跟克林伊斯威特演的 克林伊斯威特演这个Cillary死亡的教练 因为为什么 这个Cillary死亡是一个乡下来的女孩 可是他来到城市以后 他想发展 可是他赚不到钱 后来他就学拳击 他那个奖金赚得快 其实他打得不错 可是在某一场比赛里面 他被打成… 挤进植物人状态 他只是意识清楚的眼睛会动 就这样 然后这个嘴巴会动 这样 可是他生不如死 对 他后来用眨眼的方式 因为他的教练克林伊斯威特 跟他对话就是说 那这样好了 你想要跟我讲什么 你眼睛眨几次 就代表什么 代表什么这样 这样他就懂了 所以他就用眨眼睛的方式 告诉他说给我死 叫克林伊斯威特弄死他 他怎么可能 第一个又杀人 第二个又是他教练 然后他就当然不让他执行 他执行,他又很痛苦 后来你知道他怎样 他咬舌至尽 不好意思 没死 咬断,只断一半 那更痛苦了 更痛 好 韩国的清清酒就是被… 那是真实故事改编 可是我要讲的是 其实希拉雷的死亡也算幸福 因为他还可以表达 我想死 我想死 多少人他可能痛苦 他完全没有办法表达 是 有些失与症 插管的 对 中风的 对 这种都没有办法 那这怎么办 就是谁来决定 就是靠那个家属 就像是第一等亲来决定 决定他的 那我们怎么知道他想不像死 一般上的话 我们病人的意味 意识不清楚了 所以我们大概 当然不会知道 但是我们可以跟家属沟通说 如果这个病人 如果再变不好的话 那可能不要再再惦记他了 或是不要再急救他了 因为不要再洗肾了 因为我们最近才… 不是,在发生 洗肾花得最多钱在台湾吗 没错 所以他说这个就不要再洗肾了 因为我洗肾可以偷偷偷偷偷偷 你好几年了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 要跟家属达成共识说 连洗肾都不要了 所以有时候 我们是为了刑上的观念 病人 我这样每次跟他们讲 这个人就是你 你想要什么 对啊 了解吗 我想要好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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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想要你们所表达的那份爱 我爱我的家人 我也爱他躺在床上的家人 所以我必须要让他好好走 不过我们等一下要了解一下 事业上现在有六个国家 是通过安乐史合法 可是他们是怎么做的 等一下其实我们可以来分享 好不好,先休息一下 那天有空吗 看过吗 我在电视上看过 好,那这个绘文这里有一张地图 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事业上安乐史合法的国家 目前很少 就是荷兰跟比利时 是最早的两个国家 然后沿着这旁边 大概都有受到影响 瑞士、盧森堡 那美国的话 美国没有全部 是只有几个州而已 五个州 然后最近一个是哥伦比亚 就这几个国家 哥伦比亚 而且他们是天主教的国家 安乐史通常他们怎么做 条件是 安乐史的第一个病人 要意识清楚 然后经过医生判断 他们在欧洲里面 不肯逆了 然后会增加他痛苦 就像刚才那个 Simon分享的那个故事 他即使那个Simon 到了瑞士的时候 瑞士医师不是说 当天就给他安乐史 他再坐下来 还是跟他的肯谈 聊一下 最后就聊一聊 跟家人聊一聊 就是这个聊一聊过程中 来再确认一下 所以他们在医生 在一些合法的情况之下 是让病人在意识清楚 打开那个 打开那个按钮 医生不会去打开那个按钮 是病人意识清楚 打开那个按钮 自己按 自己按 医生不会 医生要按钮 没有啊 直接自己 你们都以为 要很有勇气 要是我可能都上到街 我就按不下去了 非常大的勇气 你只要一打开 你只要一打开 20秒 死意很坚决 才不能按下去 那万一我那10秒 突然间我觉得我想活 那我可不可以按回去 不然 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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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里面的浓度 是我们30倍以上的 一般浓度 所以很快 其实很快 那很快 你就好像睡着了 但是这当中不是什么 是要勇气 对 然后你的家人 你家人也要勇气 你以为你死了 就是你一个人勇气 不可逆 不可逆 不过我们刚刚讲 王晓明这个例子 王晓明这个例子 就是说崔森儿 刚刚讲的一个叫做 安年缓和医疗条例 事实上也通过了 病人自主权利法 今年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 内容必须要让大家知道 病患自主权利法 只是要回归于很多事情 我们家属都会去抢购他的权利 那如果这个病患 在他意识清楚之间 比如说我们自己 包括我自己 我现在就想要一律一律 当我变成植物人的时候 我不要做什么 我不要擦鼻尾光 那些就是不要 不要给他昏迷的时候 不要做什么 以前我们讲的那个 布施行心肺复苏的时候 是在末期的时候 你不要做这些动作 但是这个在前面 你一开始进入的时候 你就不要了 因为现在植物人 植物人不可以说 我们就可以把管了 没有 植物人的话 我们还是要等到他末期以后 我们才可以做 但是这个不可以提前 关于一定要推广 因为除非他自己说我要签 我们很难说你要不要签 你要不要死 没有人为了出口 对 他已经在前面 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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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很难说你要不要签 这些所谓的法都是前面 所以一定要推广 推广 对不起 那不是安乐死法 那是安宁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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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后要贯夫姓 赚的钱要跟另一半评分 这样的要求你能不能接受 男人的存折交给妈妈保管 又有哪里错了 两个人要在一起 怎么有这么多条件 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 请收看新闻 娃娃娃 好 好